Flash Let's 加油! Flash Let's 加油! 雷暑的传说们快速加油! 在赛道飞驰 沿途遍波齐不中摇摆 多少事情在掌握内 多少事意料之外 看 你追我看 凡秒间 彼时凡凝能耐 战狂凄烈 心也澎湃 三天重现 热切期待 放眼世界 天大地大 只要相信 梦想就会存在 胜利大门 等我来打开 来吧Flash Let's 加油! Flash Let's 加油! 雷暑的传说们快速加油 弯弯曲曲 三天飘逸 穿过重重障碍 超越对手 每次比赛 技术交流 剪一奔斗 一拆身手 为真情胜利 不到最后不保修 面对挫败是目的痛 一风的战车失控撞坏了 知道是凌云搞得鬼后 两人发生冲突 同期间 小珍无意中 发现了一风既想施迹赶走自己 为了让一风说出真相 凌峰向一风提出挑战 正当凌峰苦恼于破解旋风乱舞的办法之时 岳明忽然想起了他和小林以前的队友 流动 怎么会这样 居然在空中把白军号撞开 流动 不 tent 决定 Must hear you form 游游 agency 那我一定从事典基ACT 我该讧售他们进入了 被人在空 top 这些打钥区很实在有饭 给slid 很适当了 这些打钥区 这些打钥区 给他 你们准备完 败而已 也不过 林准备かな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小林 加油啊 我支持你 有什么本领尽管使出来吧 真的没想到 你现在的跑法 竟然变得那么狠了 既然你要来真的 我马小林就奉陪到底 男人陀发力追尽了 抄了 抄了 看我的闪电跳椅 纯龙白尾 什么 他为何使出神龙白尾 不是吧 那是 旋风乱舞 这 这就是旋风乱舞 这真的是旋风乱舞 小林快避开气流 闪开小林 要撞上了 我的白军号 我的车 小林 怎么样了小林 看来只是轻上 那是你走运 我要冲陷了 我先走了 刘东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只是比赛一下 犯得着这么认真吗 还把小林的战车撞成这样子 你究竟有没有把我们当成朋友 有没有想过小林的感受 那她呢 她放弃遥控车的时候 有想过我们是她的朋友吗 当初组车队的时候 我们三个说过要共同进退 一起玩车 一起参加比赛 当最棒的赛手和最有默契的队友 创造出一个最出色的遥控车队伍 结果呢 她突然说走就走 一下把我们都抛弃了 她这么做 有顾及到我们的感受吗 你误会了 其实她那时候离开 是因为小林 别说了 刘东说的没错 我只想着自己的事情 根本没有考虑过大家的感受 是我太自私了 那现在你凭什么要求我帮你 别忘了 是你先放弃我们 放弃遥控车的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当一个赛手 你 算了 小林 跟她说清楚吧 嗯 没想到刘东会变成这样 原来小林的退出对她影响这么大 小林 为什么你刚才不解释清楚呢 说的再多都是借口 刘东生我的气是应该的 的确是我不对 算了吧 其实也不能怪你啊 要怪就应该怪我 要是我和哥哥这两个天才车手 早点出现的话 他一定不会在意你离开车队的事的 你也别太在意了老哥 谁是你这小鬼的老哥 嘿 哦 哦 你上天堂找吧 看来 刘东是不可能教我们的了 现在 田一丰那边 要怎么办才好呢 嗯 也许还有其他办法呢 只要我们同心合力 那就一定可以找到办法破解旋风乱舞的 哦 对 别理那个臭屁的要命的刘东了 明天我们就去练车 一定要把破解的方法练出来 帮小林报仇 走 凯瑟琳 今天我遇见小林 还狠狠地赢了她 可是 我还很怀念以前跟她玩车的日子 好 白君浩 快冲 刘东 我今天就要赢你 好 你来追我 哈哈 哎 始终还是跑不过你啊 怎么不服气 还想再赛一场的话我随时奉陪 你的闪电飘移一下纯熟了那么多 是不是瞒着我和月明偷偷练习了 那是因为我掌握了闪电飘移的技巧 让我告诉你吧 那就是 哎 小林 刘东 俱乐部 刚刚公布了 今年雷速灯闪电冲线大赛 对峙赛的报名时间 我们一起组队参加吧 组队 我们三个 对 刚好三个一队 但要选个队长 小林 就由你来当队长吧 我 好 就由我来当队长 以后我们的战队就叫超音旋风队 我们要当最棒的赛手和最有默契的队友 创造出一个最出色的遥控车队 大家一起努力吧 本年度雷速灯闪电冲线大赛的总冠军 快要产生啊 脏了 送你不销控队 前进去全无反应 你们先走吧 月明 我来推你 你们是一队 要走音起走 是这里了 闪电飘移 好 本年度雷速灯闪电冲线大赛对决赛的总冠军 产生了 他们就是超音旋风队 我们是最棒的遥控车队伍 我们永远都要在一起玩车 一起参加比赛 什么 小玲 你要推出车队 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没什么原因 我已经决定了 以后都不会再玩遥控车了 你是队长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们 我们不是说好了 要组织一支最棒的遥控车队的吗 对不起 可是 我真的已经提不起劲 再玩车了 你们另外找别人加入车队吧 我走了 等等 小玲 刘东 你等我一下 我去追她 为什么 小玲 马小玲 你骗我们 一直以来 我都很想报复她的 可为什么现在我一点都不开心呢 海瑟琳 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呢 封引号这次靠你了 封引号这次靠你了 成功了 封引号开始旋转了 怎么回事 车子好像失控了 又是这样 封引号没事吧 没事 可是很快就要跟田一丰比赛了 我真没用 到现在也练不出炫风 乱舞 都是那个刘东 难道就没有其他人 会炫风乱舞了吗 当然有啊 不就是田一丰嘛 废话一句 废话一句 我有办法了 刘东之所以不肯教我们 无非是因为生男人婆的气 只要我假扮男人婆 打电话给刘东赔礼道歉 以我十二万分诚意的生性 一定能打动她 废话一罗婆 刘东的性子我很清楚 要说有人能够劝服她 恐怕就只有凯瑟琳一个了 凯瑟琳听起来像是女孩子的名字 对啊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女孩子吧 那我们去求凯瑟琳 帮我们劝劝刘东 不就成了吗 拜托 凯瑟琳是一只乌龟 刘东的性格一向孤僻 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从前除了我跟小林之外 就只有凯瑟琳陪着她了 你的长相看起来也跟乌龟差不多 不如就由你去求她吧 好的就由我出马 快点 快点她要走了 我们快跟着她 你到底这打什么鬼主意呀 你跟着来就是了 凯瑟琳 今天阳光很好 你就在这里晒一下太阳 小鱼 你现在到底想干什么呀 嘿嘿 既然求她不成 我们就来偷吧 你不会是想偷凯瑟琳吧 原来你是打算 用流动的小乌龟来威胁她 让她教我们旋风浪舞 你这样做 慧命也太卑鄙了吧 流动开始了 我说的是偷师可不是偷乌龟呀 瞧 流动要玩车了 她不教我们偷学也不行吗 要是给她发信了怎么办呢 看也不成嘛 况且她对一只乌龟都那么细心 就证明她很有爱心 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 放心吧 她开始了 大家好好盯着看吧 有 转向技术很好啊 快点使出旋风乱舞吧 我看还是算了吧 偷偷摸摸地学 看来也很难学得会呀 对了 现在又不是比赛 流动不会无缘无故 使出旋风乱舞的 哼 我不相信 还有 你的目标不尽了 不是吧 流动人呢 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糟糕 小云 你把凯瑟琳推进水里了 什么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什么 凯瑟琳的香 我的凯瑟琳呢 你的小子 我们马上帮你找 刚才在这里掉了下去 凯瑟琳应该掉到水渠里了 你们走开 我自己找 别烦我 你们走开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是我弄翻了你的箱子 我会负责任的 再说 你是小林和月明的朋友 就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怎么 都会帮你把凯瑟琳找回来的 我 你玩够了没有啊 想不到为了你 他们真的那么认真的在找你呢 这俩兄弟也不坏 月明不会交错朋友的 不用找了 凯瑟琳回来了 太好了 你就是凯瑟琳 对 对了 你们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们是来头 我们 只是顺落经过物影 放开我 我们走了 小剑 你先走了 放开 小剑 刘东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 我是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道歉 你 你 上次 说我私自退队 完全没有顾及你和月明的感受 你说得对 我的确太自私了 是我对不起你们 请你原谅我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句话 我知道 我没资格求你 但是 我希望你可以叫凌峰 旋风乱舞 其实 他要学这一招 也是为了帮朋友 况且 他真的很喜欢遥控车 一心一意 想当个好的赛手 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要生我气 我无所谓 可是 凌峰和凌云 现在已经是月明的队友了 月明仍然是你的好朋友 你看在他的份上 就帮帮他吧 啊 你不是已经不再玩车了吗 怎么现在又重新玩起车来 不就是因为凌峰凌云两兄弟吗 在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 从前热爱遥控车的那个自己 所以 再次燃起 我对遥控车的斗志 我要说的 都说完了 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 帮帮他们 再见 等一下 男人婆呢 都这么晚了 把我们叫来俱乐部 自己又不出现 真是的 你说谁是男人婆呀 啊 山头长 啊 啊 啊 想不到没见你几年 居然变成武林高手了 哦 刘东 您又来找小林麻烦啊 刘东是来叫凌峰旋风乱舞的 他已经谅解我了 想不到你这小子还忙够义气的嘛 我早就说过 喜欢小动物的人是不会那么绝情的 你的车正好是弯道重视心 不过要学旋风乱舞 还必须改装一下 你不是说 只要是弯道重视型的车 就可以学旋风乱舞了吗 我说的是 只有弯道重视型的车 才可以使用旋风乱舞 你还要把后车轮改成和前车轮一样的 只有九毫米宽的展示轮胎 可是 为什么旋风乱舞 一定要用弯道重视型的车子呢 其实旋风乱舞 根本就是神龙百尾演变出来的招式 借助甩尾的动力 该使战车自转 从而产生气流来干扰对手 嗯 其实 直到重视型的车 也可以使出神龙百尾呀 直到重视型的战车 虽然也可以使出神龙百尾 可是直到重视型的战车 马达转术太高 扭力相反就不够了 一旦使用旋风乱舞 一定会离车子失控的 啊 我开始有点明白了 不过 你可不可以示范一次给我看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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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表现吧 神龙百尾 啊 我明白了 只要借助神龙百尾甩尾的动力 再加上适度的转将 这就是旋风乱舞了 我想试一试 等一下 在你决定学这一招之前 我提醒你 由于旋风乱舞本身就是扰乱敌人的招数 所以对自己的战车损耗非常大 特别是在马达和轮胎 所以你要考虑清楚 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从前光是在练习旋风乱舞期间 就弄坏了好几部战车 还把手指都抹破了 你要想清楚 是不是值得为你的那个对手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嗯 啊 哥哥 你把车子 compressed过来 你把车子落了 回去吧 你一个东方不太跟诓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